游戏输了 我被迫给高冷男神转账520 没一会儿又输了 我硬的头皮去把520要回来 他直接打来夺命连环扣 冷笑 玩我是吧 你等着 故事开始 朋友聚会 玩真心话大冒险 我就跟眉神附体似的 一直输 把祖上18代的爱恨情仇都交代完了 只能进行大冒险 大冒险就不要太为男小颜了 整个简单的吧 那要不给周哥转个520 哪个周哥呀 周黎安啊 还能是哪个周哥 周黎安 你可真行 我的内心是拒绝的 但我没有办法 只能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颤颤巍巍的给周黎安赚了个520 还收到了他的秒回 我的朋友们笑得前仰后合 周黎安向来清心寡欲 不计女色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所有跟他表白的女生 都被拒绝得很惨 他会很冷静地说 抱歉 不谈 然后淡淡地看着女孩哭着离开 我这数字特殊的520转账 在此刻显得是那么别致 又独特 我紧张地等待着周黎安的审判 但他除了那个问号 并没有再发来其他的消息 我心里想着 等游戏一结束 就立马解释 或者我待会赢了 也让别人给他转账 这样就显得我不那么傻 结果没一会儿我又输了 提出大冒险的随友都快岔起了 小妍 你今儿有点倒霉啊 哈哈哈 我强颜欢笑 在一众玩笑声中 忽然有人道 哎 小妍 你这轮把刚刚的520要回来呗 获得了除我之外所有人的双手赞成 尤其我的塑料闺蜜许念 笑得特开心 哈哈哈哈 这个好 你们看小妍 满脸写着情愿 我 你看我情愿吗 事已至此 我又不好撂挑子走人 只能小心翼翼地点开聊天框 才发现周黎安刚刚给我发消息 什么意思 我深呼吸一口气 飞快打字 那个 你能把520还给我吗 她很是不解 怎么了 我硬着头皮回复 转错人了 聊天框显示 对方正在输入中 显示了半天 我也没收到她的消息 反而是一通电话 忽然打来 吓了我一大跳 看着屏幕上的周黎安三个字 我瞬间心跳加快 周围响起一片起哄声 许念带头 让大家保持安静 拼命使眼色 是以我快接 电话刚接通时 是短暂的寂静 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那头才传来周黎安隐隐怨怒的声音 转错了 你想转给谁 我陷入了犹豫 这我咋回答 我还没编好呢 谁知道她突然来这一招啊 只能唯唯诺诺地转移话题 嗯 这是不是多了两个零 我努力地眨了眨眼睛 没看错 真的是五万两千 在我旁边一直监听 顺便监视的许念 直接倒吸一口凉气 我也吓了一跳 连忙又把手机放回耳侧 你是不是搞错了 那头传来她 很沉的嗓音 没搞错 她好像心情不太美丽 所以 你刚刚要转给谁 我再次陷入了犹豫 这可怎么说 她好像真的很不高兴 如果知道是游戏 岂不是会更生气 见我迟迟没有作答 她重重地呼了一口气 你在哪 我几乎毫不犹豫 根本能反应似的 军月饭店 等着 周立安应了一声 直接挂了电话 留下心惊胆战的我 以及一屋子新兴眼的吃瓜群众 周哥盛世生气了呀 许念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一个猛子站起来 卧槽 众人猛逼 你们知道我刚刚看见啥了吗 吃瓜群众 啥 周立安 周立安给小颜赚了五万两千 这下轮到了一屋子人震惊 他们张大了嘴 琪琪 卧槽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跟大家解释 我跟周立安真的没有其他关系 当然 我隐瞒了我暗恋他的事情 但他们表示不相信 不可能 你啥时候 见周立安主动给女生打过电话 对呀 还转五万两千 我靠 有钱就是这么造的吗 我沉默了 鬼知道他为什么不我转钱 正当我被围攻的不知所措的时候 周立安的电话又来了 他很直接了当 在哪个房间 我接接88 6 602 这次还不等大家开始起哄 房间的门就忽然被推开了 周立安只是站在门口 就自带一股金贵的气质 房间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他扫尸了一圈饭桌 便静止朝我走来 我看着他在我的视线内越来越紧 最终停在我面前 微微躬身 用他的气息将我笼罩起来 然后缓缓开口 跟我出来一下 我像只带宰的小羊羔 被滴溜着出了房间 看着他宽阔的背影 我心里忐忑不已 完蛋了 他一定是来兴师问罪的 周立安一路沉默着 带我到了饭店的楼梯拐角处 然后忽然顿住脚步 我预判不及时 整个人结结实实地撞在了 他后背上 痛得我直呼 哎哟 周立安迅速转身 扶住我的肩膀 看清我的字牙裂嘴后 脸上的表情颇为无奈 他伸手在我额头上扶了扶 痛吗 感受着他指负传来的温热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没事 得到否定的答案后 他眉头微微舒展开来 由于此时距离过近 我嗅到他身上有股酒精的味道 顿时有些奇怪 哎 你喝酒了 周立安没直接回答 而是垂眼静静地看着我 半赏才闷闷点头 嗯 一点点 印象中他一直都不怎么接触酒精的 我很想问为什么 但又支支吾吾问不出口 他像是看出我的纠结 笑了笑 一开始是因为激动 后来是因为郁闷 我察觉到了 气氛好像有点不对劲 缩起脖子不敢吱声 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可以告诉我吗 我没反应过来他在问啥 他补充道 那个人是谁 我在说实话把周立安气死 和边假话把周立安气死之间 纠结了很久 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以此保留自己 作为一个好人最后的真诚 老老实实地低头解释 其实那个人就是你 我们刚刚在玩游戏 说完 我恨不得把脑袋塞进嘎之窝里 不敢看他的反应 周立安知道自己被耍了 一定会想打死我的 没想到他却并未生气 而是追问道 游戏真心话大冒险 我点点头 还是不敢看他 过了一会儿 他伸出双手捧起我的脑袋 强迫我跟他对视 我只能无助地看着他 等待他宣判我的死刑 结果审判没等到 等到的是他唇角的笑语 他忽然凑近 在我唇上落下一吻 柔软又轻吻 带着酒精的味道 在我大脑陷入当机状态的时候 又拥我入怀 唇后的嗓音在我耳盘回道 对不起 差点误会你 我晕晕乎乎地被他搂在怀里 什么 他反手把我抱得更紧 灼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脖梗 用一种委屈又可怜的声音呢喃 你跟我说真心话 我还以为你在耍我 我 他好像是误会了什么 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在大冒险 我被他搂得太紧 整个人都快跟他融为一体了 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自己的脸已经爆红 就算是个误会 我也不想多解释了 让我醉死在这个误会里 也不错 周立安的碎发 还不停地在我颈窝蹭来蹭去 我的心跳 比刚跑完800米还快 他也明显感觉到了 轻笑一声 你心跳好快 说完 又抓着我的手 放在他的左胸处 你听 我也是 几乎快要停止转动 余光忽然瞟到 转角处的几个人影 吓得我一把推开周立安 有 有人 周立安转头撇离眼身后 反而更加用力地牵住我的手 那又怎样 墙角处 朋友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下巴都快脱臼了 我被周立安带回家了 路上还一直收到 许念的信息轰炸 我靠 你这个大骗子 你怎么可以骗我 我真的心碎了 要么V我五万两千 要么给我讲你们 是怎么在一起的 不然我就把我们的聊天记录 发给周立安 看到最后一句话 我瞬间瞳孔放大 要是被周立安看到那些 我狂舔他的发疯语录 我可以直接换个星球生火了 连忙打字 说来话长 明天戏说 许念 不许骗我 周立安注意到我的动作 偏头过来 怎么了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切除聊天框 没事 他浅笑着捏捏我的脸 周立安家很大 是我家的三倍不止 我被他家的奢侈装潢 惊得呆入目击的时候 他从身后揽住我的腰 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 他说的是我家里的东西 我只带了个电脑 因为我还要上传我的漫画章节 只要保住全勤奖 其他的都不重要 于是我摇摇头 没有了 他刮了刮我的鼻梁 那我先去洗澡 洗澡 他他他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呆呆愣愣地点头 周立安家的 浴室安的是磨砂玻璃 隐隐绰绰能看见人影的那种 伴着浴室里的水声 我面红耳赤 连忙跑到客厅 一屁股坐下 打开电脑 准备用工作麻痹自己 坐在屏幕前 我却满脑子都是浴室里 小麦色的机理 以及顺着肌肉滑落的水珠 停停停 不可以瑟瑟 我在心中默念大悲咒 清心寡欲 点开新章节的存稿 刚好发现有一部分调色 略显奇怪 强迫症附体 反复修了好几次 不知不觉中 浴室的水声停了 而我沉浸调色 无法自拔 连有人走到我背后站着 都不曾发觉 直到他发出一声疑问 周立安 这是你的男主吗 他的语气带着疑惑 又有点银鱼 声音其实是性感好听的 但在我耳朵里 却只觉得那是夺命的魔咒 我大力关上电脑 发出一声巨响 惊恐地回头 正对上周立安饶有兴致的眼神 他弯下腰 故意凑近我 吃掉高冷男神后 这是你的作品吗 我哆哆嗦嗦 双手颤抖 不 不是 周立安修长的手指 按在我的电脑上 做了个要把他打开的动作 在我绝望的目光中 他又收回手 掏出自己的手机 从他的动作可以看出 他在搜索 他搜到了我的简介 小颜默默暗恋了周立安三年 自从类似意外扑倒他后 他们的生活好像都不一样了 周立安左眼角有一颗泪质 工作时喜欢戴上眼镜 但当他摘下眼镜的时候 却不一定是因为要休息 更可能试药 实在听不下去了 我泪眼婆娑地捂住他的嘴 别念了 求你 他眼烧含着笑 怎么了 试药 后面的内容 实在是有伤风化 我没脸从周立安的嘴巴里 听到那句话 更羞于让他神奇般的声音 念出来那句话 我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脸 要杀要刮 都随你处置 但是不要说出去好吗 周立安左眼的泪质 我是真的太喜欢了 所以我在把他当男主的时候 自然而然地保留了那颗质 这也就使得 我在被发现的时候 更无从辩解 我歪歪他真的被发现了 我死了算了 他直接笑出声 处置你干嘛 我不明所以 手指插开两条缝 偷偷看他 他蹲下来 和我靠得很近 一双桃花眼 直直地盯着我的脸 刚洗了澡 嘴唇好干 我眨眨眼 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但是此时转移话题 与我有利 我连忙从包里掏出一只润唇膏 你 你涂这个吗 他愣了愣 盯着我的手看了好几秒 还是接过去用了 收回来润唇膏 我刚要低头塞进包里 忽然感觉唇上一热 他的唇在我唇上反复碾膜 手顺势扣住我的后脑勺 你也涂涂 涂涂我就不说出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我对昨晚的记忆很破碎 只记得昨晚有些黏糊 而周立安在我耳边滴滴地笑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可你还没经历过呢 漫画里怎么知道的 其实戴上眼镜 看得更清楚 起床时 周立安已经准备好了早饭 他朝我扬扬手过来 我颤颤巍巍地走过去 他把勺子递到我嘴边 啊 我条件反射地张开嘴 却被这人很迅速地啄了一口 得逞后还朝我坏笑 吃饭吧 我 我纷纷坐下 怒视周立安 恰好收到了许念的消息 我一边低着头喝粥 一边口齿不清地说 中午许念约我吃饭 周立安披我一眼 在哪 我送你 当我从一辆卡宴上下来 走进一家沙县小吃时 十几双火热的眼睛 都震惊地聚焦在我身上 早知道就不要他送了 许念冲我招手 嘿 小言 这儿 我蹦蹦跳跳过去 他一把拦住我 快速速从十招来 你和周立安 什么时候私混到一起的 我在脑子里组织语言 许念情绪激动 念念叨叨 昨天叫你大冒险 你还不情不愿的 你这小骗子 给自己男人转个520 怎么还演呢 我刚想解释 余光忽然披荐 一片熟悉的衣角 一转头 周立安就在我斜后方 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许念的声音十分雄混 半个电都能听清 周立安 应该是个听力正常的人吧 我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表情 果然看起来不太友好 我就先走了 我死死盯着他的脸 试图捕捉他的每一个微表情 然而他的每一个神态 都告诉我他不太开心 不管是搭拉的眼角 还是紧敏的嘴唇 都明明白白地暗示着他 极差的心情 我只能极度心虚地呕了一声 等周立安离开以后 我恶狠狠瞪了许念一眼 他不明所以 咋了 我纷纷解释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昨晚他以为我在说真心话 我就阴差阳错地表白成功了 许念惊恶地捂住嘴 啊 那刚刚岂不是 暴露了 我欲哭无泪 你觉得呢 许念愧就不已 拼命找不 应该没什么吧 吃完饭 我站在路口 怅然若失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刚刚送我来的时候 还说一会来接我 现在也没见着人 影子在哪 只偶有骑着单车的老大爷路过 冲我和爱一笑 我的美好爱情 才刚刚开始 就结束了 虽然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但我还是很难过 越想越委屈 我没控制住自己 掉了两滴鳄鱼眼泪 顺便踢了一脚 旁边的不知名物体 大骂 我怎么这么倒霉 路人小哥惊呼出声 小姐姐 垃圾桶 我靠 刚踢的是垃圾桶 我大惊 连忙侧身去扶 结果连人带桶 摔了个狗坑屎 心儿这个垃圾桶里 没有什么垃圾 不然我真的会嚎啕大哭 摔得太疼 我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 懒得起来了 路人小哥 手忙脚乱的想要扶我 却无从下手 他犹犹豫豫了好半天 刚扶上我的左小臂 我整个人就跟蓝腰抱起来了 我吓了一大跳 条件反射的 在空中踢了两脚 才看清 抱我的人是周立安 瞬间乖乖不动弹了 路人小哥 在周立安身上 打量了几眼 默默退下了 周立安眉间微醋 怎么搞成这样 身上的痛感传来 我忍不住 眼泪又开始啪哒啪哒的掉 你 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还过来干什么 他十分不解 我什么时候说的 我捂住脸 开始抽气 你都知道了 我 我是骗你的 我没有选真心话 呜呜 周立安一愣 旋即很无奈的淡了一口气 你在瞎想些什么 边说边挪开我无脸的手 用指腹轻轻的抹去我脸上的泪 他表情还有些心疼 别哭了 哭得我难受 我听出他话里的颤 仍止不住抽抽打打 可是 可是你都走了 呜呜 而且你也没有来接我 他一急 很凶的俯身下来 不由分说的 稳掉我的眼泪 不许瞎说 我这不是来了 被周立安塞到他的副驾驶上 我才渐渐的收住眼泪 由于哭得太狠 还会时不时打个阁 周立安一边给我擦眼泪 一边唉声叹气 我怎么这么可怜哦 小姑娘正不相信我对她的感情来 我被她的自言自语逗乐了 心情渐渐明朗起来 撅着嘴问 那你不生我气吗 周立安恨铁不成钢的看我一眼 我又不是傻子 就算你选的是大冒险 你的真心话也是喜欢我 不是吗 嗯 这话倒是没错 他又好气又好笑的继续道 他一愣回忆了片刻 服额 那是因为公司的问题 刚去处理好 抱歉 下次我会在你面前控制表情的 我恍然大悟 连连摇头 不要 我想知道你最真实的情绪 他笑了 直接气身过来堵住我的唇 嗯 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情绪 很好 我口红被咬没了 奖励他 给我再买十只不过分吧 周立安公司的事情 好像有点忙 说是之前出了什么问题 被他处理好了 但善后也很繁琐 专业不同 我又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干着急 我感觉自己都快成忘符石了 把这事跟许念讲了之后 他对我十分比异 不是吧 温言大美女 你连这种时候应该做什么 都不知道吗 我求知欲爆棚 啊 我应该做什么 许念无语 当然是带着你的爱心便当 去公司探 但 啊 我恍然大悟 对哦 我怎么没想到呢 果然还是要集大家智慧才行 我直接对着电话 就是一通摸摸大 在厨房一通操作后 我带着爱心便当 动身去了周立安的公司 真到了公司大堂后 就听见有人在叙叙叨叨 哎 你听说了吗 最近周总有点奇怪 我心中锦铃大作 不会吧 不会真让我随便一想 就想出毛病了吧 难道他工作忙都是骗我的 我该怎么办 我尽量不着痕迹的 跟着那两个员工一起移动 耳朵大大的竖起 我当然听说了 不过这话你可别乱传 什么 周总最近好像迷上看漫画了 好不容易休息化 就可见儿看漫画 啊 周总 看漫画 不可能吧 你还不信 好几个员工都亲眼看到了 看的还是少女们 我不信 周总那么严肃的人 不科学啊 有什么不科学的 据说他还边看边笑呢 苹果鸡都要笑出来的那种 可稀奇了 越往后 他们的声音渐渐远去 我也懒得再追上去听了 顿在原地 不知该哭该笑 周立安真是个闷骚怪 偷看我的漫画 想到我画的某些情节 我又觉得面红耳赤 他在上班的时候看那个 也太 那什么了吧 越想越热 我伸手狂给自己扇风 一个转头 只见不远处 周立安正对着我笑 他穿着裁剪得体的西装 裤筒包裹着修长的双腿 一副翩翩君子的模样 谁知道 却在背后偷偷看少女们 我一时休脑 等他走近后 捶了他几下 他冲我笑 来查岗 我瞪他 明明是来送温暖的好吗 周立安看着我手上的便当盒 面露愉悦 刚想伸手接过去 却被我制止 我压低声音 凶巴巴问他 你是不是上班偷看我漫画了 他哑然 那可不叫偷看 又很认真地纠正我 是光明正大的看 我本想装模作样地教训他 但碍于大厅人多 想了想 还是揪着他往楼梯间去 周立安也不反抗 顺从地被我拖到楼梯间 一副任君踩鞋的样子 我见他眉目乖顺 想好的说辞 一时出不了口 没想到植物间 就被人翻身压在了墙上 周立安哪还有刚刚的温顺模样 大力扯了扯领带 笑得很意味深长 楼梯间一干坏事 我又羞又闹 咦 她食指轻抵在我唇上 这可是你带我来的 哇 啊啊啊 她好过分 最后的最后 我只能虚弱地叮嘱她 下次偷看漫画 请把钢化膜换成防窥膜 从楼梯间出来以后 我光荣地收获了 全私员工的重录礼 他们训练有素 整齐滑衣 老板娘好 我扯着周立安的衣角 不敢说话 她笑笑 对着围首的员工嘱咐 别吓到她 员工们再次整齐滑衣 好的周总 周立安无奈 又转头悄悄问我 明天还来吗 我总觉得 她眉眼之间 似乎有一种 抑制不住的得意 好像对我给她送便当 这事感到很受用 我逗她 你希望我来我就来 事实证明 我没感觉错 这人拎着便当盒 回办公室的时候 逢人打招呼就说 嗨 我老婆怕我饿着 千里迢迢来给我送便当来了 脸上还挂着 根本憋不住的笑意 跟那种炫耀自己儿子 考上了985的老阿姨似的 我 于是乎 在她加班的每一天 我都要勤勤恳恳的 给她送便当 员工们面露艳线 纷纷夸我是个闲内住 周立安兴奋不已 每天都要逮着我亲 送到第四天时 我被一个老男人拦了 他头发灰白 戴个眼镜 一看就不太好惹 有个保镖式的人物跟着他 用体型优势挡在我面前 老男人嫌疑着我 你就是温言 我有种不太妙的预感 但还是点点头 是的 请问你是 老男人冷哼一声 我是周立安他爸 我瞬间倒吸一口凉气 完蛋了 他要给我五百万 让我离开他儿子了 人生无常 世事难料 前一秒 我还在跟周立安匿匿歪歪 后一秒 我就跟他爸僵持不下 周老爸迟迟没有开口 像是在使用某种心理战术 于是我也决定不说话 向他展现我惊人的心理素质 半晌 他终于憋不住了 哎不是 你怎么不问问 我找你干啥呀 我猛逼 您找我干啥 周老爸哼了一声 你可算是问对人了 我 他继续道 我这要是不来看看 你都被骗死了 我 周老爸说完 慢吞吞地掏出手机 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 他语重心长 其实我想像对我儿子的 但我也不希望他这样自欺欺人 你应该看得出来 他心里一直都有个人 我问过他 他说那个女孩姓马 我把那张图片放大 的确是周立安的自己 这是他的一篇日记 里面详细地描述了 他对一个叫M的女孩的申请 M是大眼睛 高鼻梁 还有一头海藻般的长发 就跟我还挺像的 除了他是瓜子脸 我是鹅蛋脸以外 其他的特征都很像 他在日记里写了很多 比如 如果我可以向上帝许个愿望 我希望我可以娶到爱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 我会喜欢上一个女生 但他就那么出现了 他很温柔 也很可爱 除了不属于我 一切都美好的过分 如果遇到他花掉了我前半生的运气 那么 我愿意花掉我后半生的运气 换他喜欢我 看完日记 我承诺了 虽然偷看日记是不道德的 但我觉得 拿我当替身更不道德 周老爸见我表情凝重 煞有介事地拍拍我 孩子 你别想不开 我也是怕你们越陷越深 不得不出来揭露现实 你可千万要冷静了 回到家 我独自沉默 周立安回来的时候 我正在阳台上思考人生 他有些奇怪 盐盐 你干嘛呢 我不理他 他踢踏着拖鞋过来 怎么了 怎么不理我 我还是不理他 直到他从背后抱住我 我烦躁地正脱开 他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抓着我的手臂 把我翻过来正对着他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不说话 就盯着他的眼睛 试图从中找出点心虚的痕迹 但他的眼睛里满是焦急 我只能别开脸不看他 周立安急了 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说话呀 宝宝 我沉下心 终于轻飘飘开口 你是不是写过日记呀 周立安肉眼可见的慌了 他耳根子都急红了 抓耳挠腮 这 这个 我心下肯定 冷笑一声 是写过吧 周立安见我气场不对 不敢贸然否定 只能弱弱承认 是 得了本人的亲自承认 我有种心梗的感觉 勉强维持淡然 要不拿出来 我们一起品鉴品鉴吧 周立安耳根的红蔓延到了脸上 他罕见的吱吱吱吱 这 这不好吧 他表现得越反常 我的心就越冷 有什么不好的 你敢写 还不敢看了 周立安很为难地看着我 但毕竟 我打断他 要么你拿出来 要么我走 他一下子愣住 很委屈地嘟囔道 我给你看就是了 你别这么威胁我呀 但我的心已经和刀一样了 我根本不想搭理他的委屈 直接伸手摊在他面前 周立安像是下定了很大决心似的 看看我 又咬咬牙 转身进了书房 不一会儿 拿出一个小本子 紧张又羞涩地放到我手上 我冷哼着翻开本子 翻到目录页 发现有一个小加层 掉出来一张照片 定睛一看 哦 我的 我陷入了短暂的猛逼中 又不敢置信地往后翻了翻 有两页的内容 的确是周老爸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上的 可是 这里怎么会夹着我的照片 我疑惑地看向周立安 他低着头 满脸红韵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他暗恋我 竟比我暗恋他还要早 嗯 就是温言的温大写字母 W倒过来写 周老爸意外看到的那两页 是他的深情表白 而其他的部分 是我和他上学时相处点滴的记录 那时候 我们还是同桌 他在日记里脱为怨愤 控诉我神经大条 察觉不到他对我的特别 譬如 他从不对我生气发火 我以为他是天性高冷 譬如他六点起床 特意跑到南街 去买月亮糕给我吃 我以为是别的女生 送他他不要的产物 又譬如 我不小心睡着了 靠在他肩膀上 他耳根子害羞的红色 我以为是我占他便宜给气红的 我仍觉得像在做梦 可是 可是我不是瓜子脸 我是鹅蛋脸啊 周立安一脸茫然 什么鹅蛋脸 你不就是瓜子脸吗 尖尖的 瘦瘦的 我照了照镜子 无语凝耶 那你为什么要跟你爸说 M信吗 周立安很委屈 那我也不能直接告诉他真的吧 我沉默 好像也有道理哦 顿时有点尴尬 日记被强行看完 周立安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你不仅怀疑我 还审问我 我连忙给他一个雄抱 诚恳道歉 对不起 他撇撇嘴 这是一句对不起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吗 我挠挠头 那 想了想 凑过去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这样可以吗 他不说话 我又亲了他一口 可以吗 他还是不说话 我干脆过去 捧着他的脸一顿亲 他不理我 我就一直亲 然而 我才亲了没几下 事情好像就变得有些不对劲了 意识到这一切的 我刚想逃开 被人一把拉住 周立安边笑边俯身过来 道歉 要有诚意 然后 他就把灯给关了 过了几天 周立安带我去见他的父母了 周老爸看到我 连忙低下头 拨弄自己的眼镜 脸上的表情极其不自然 偌大的屋子 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小尴尬 我摸了摸自己的鼻尖 哎 人生啊 戏剧啊 周立安率先打破了寂静 爸 妈 这是我女朋友 周老爸只能努力地抬起头 和我大眼瞪小眼 呵呵地干笑两声 我也挤出一个尬笑 周老妈在我们几个人之间 打聊了几圈 突然使劲择了一声 你说说你 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还偷看儿子日记呢 周老爸缩着脖子 不敢吱声 周老妈恶狠瞪他一眼 他就算了 你还只看一半 周老爸嘴角撇了撇 委屈不已 周老妈热情地起身 握住我的手 又狠狠回头数落到 差点就让我 没了这么漂亮的宝贝媳妇 你赔得起吗 周老爸唯唯诺诺 周立安默默看戏 我犹豫再三 还是选择帮公共大人说句话 阿姨 您别怪叔叔 这事也赖我 我没弄清楚 周老妈颇为联系地 摸摸我的脸 宝贝 你不用帮他说话 他就是个老魂球 不怕说的 我尴尬一笑 周老妈对我很好 只简单寒暄了几句 就直接把他手上的镯子 取下来塞给了我 宝贝 这是传给我们老周家媳妇的 你好好收着 婚期呢 我已经找人算过了 下个月就有个好日子 你们是喜欢巴厘岛浪漫婚礼 还是喜欢新中式古典婚礼 我和周立安对视一眼 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错愕 周老妈浑然不觉 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琴铁我已经找设计师做好了 做了三版 回头让妍妍自己选选 还有婚纱 周立安带我去试婚纱了 其实我没准备去的 但是周老妈发给我的图片 真的都太好看了 闪到我直接原地土播出尖叫 为了试婚纱 我饿了一晚上 加一早上 周立安说心疼我一个人饿肚子 坚决表示要与我同在 也不吃东西 是一间的帘子被掀开的时候 周立安的眼睛都直望 我红着脸 不敢看她 因为这条婚纱真的很显身材 抹胸收腰的设计 我被包裹得凹凸有致 周立安疼了一下 从凳子上站起来 傻愣愣看了好半天 然后围着我打圈 笑得一脸灿烂 宝贝你好美 她边说边弯下腰 伸手理了离我的裙摆 我故意撑她 你别扯我衣服 她撅嘴 你说话就不能加个宝贝吗 我想了想 你别扯我的宝贝衣服 周立安不可置信的抬头看我 好看的眼睛里 写满了不可思议 我没憋住笑 急匆匆的把她往旁边推 好了好了 就先这样吧 周立安追着我屁股后面 还想再多看两眼 我一把将帘子拉起来 试完周老妈定好的几套婚纱后 已经快到中午了 上车后 周立安还精神焕发的 拉着我讨论 宝贝 我觉得那套鱼尾的好看 我纠结 但是那套蓬蓬裙也不错 两个人正纠结着 忽然听见了一声鸽子叫 咕咕 我愣愣地看着周立安 她很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嗯 三顿没吃了 我有些歉就 那我带你去买点吃的吧 周立安定定地看着我 拒绝得毫不犹豫 不用了 我愣神的时候 她已经从驾驶座凑上来 我有吃的 我和周立安结婚的那天 我没有穿鱼尾的 也没有穿蓬蓬的婚纱 因为她又单独给我定制了一套 用她的话来说 那是一套专属于我的婚纱 婚礼现场 来了很多我和她的共同朋友 当然 这其中已随有居多 不然就不会在证婚人说完新郎 可以亲吻新娘以后 亮起那么多闪光灯了 周立安捧着我的脸 轻轻一吻后 他们仍不知足 高呼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周立安也不急 慢条思理地帮我理了理头发 然后接过话筒 我倒是想再来一个 就怕现场未成年太多 看不了 台下哀嚎一片 大呼 周立安杀狗了 我查了三斤的粉 都快盖不住脸上红了 只记得在好看的灯光下 周立安紧紧牵着我的手 眼底满是温柔 我少年时许的愿望 终于成真了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